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仙人掌的成長日記Vlog系列 我是OhMyMeeting 今天這集不只是我一個人了 因為大家可能已經看膩如的臉了 所以我們請來了特別嘉賓GOOSE 我喵 嗨 大家好 我是GOOSE 這次的新EP裡 GOOSE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編曲製作人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談談這首歌 編曲後面的一些小巧思 話不多說 Let's go 這首歌其實在麥向30EP裡 就已經發行了demo版本 當時你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想嗎 其實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是跟你在車上面給我聽這首歌 我會覺得它的那個呼很香 然後我也覺得說 這首歌很有那種Full Band 整個樂團的那種有鼓 有Bass 有吉他的那種感覺 就很像20度刀子的那種聲音 Indie Rock那種感覺 對 它的節奏是很Straight Rock的那種節拍嘛 所以就有這種Pudential 很吸腦 很容易就 有F能跟著唱 OK 唱 是不是 從demo版本也變成今天的Full Band Version 你們整個Full 可能就要從這首歌的靈感來源開始說起 寫歌的時候在寫我三個子女 當時我們在遊樂場是Playground玩耍 Kids being kids 他們就天不怕地不怕地在那邊爬高爬低 身邊的大人就很擔心說 他們會不會跌倒 會不會受傷 但是小孩就不會有這種顧慮 寫這首歌我想提醒自己和大家 就是心中還有小孩子的那一面 我們可以很勇敢地去追求我們想要的東西 不要害怕受傷 想放棄的 看你不怕創意的 不要害怕受人家就知道 所以我覺得整首歌的感覺就是一個 很陽光很開朗 很勵志的一首歌 那我覺得 GOOSE真的有把這首歌的精神帶出來了 七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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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製作過程 第一要很感謝啊 奉你的第一個這首歌的製作人 因為他已經把整首歌的那個 Foundation 它的這個很基本已經做出來了 所以我們只要慢慢這樣加上去就好 通常只有在開設的時候 會一直聽一首歌 然後我想說 欸有一些idea是關於鼓的 因為整首歌其實你 你聽的時候 它是很straight run的那種感覺 那我就很簡單的用Logic 就鋪了一個很簡單的鼓的一個track 因為我自己不是主首歌 對 當時聽了有點夠貴的 欸 是不是 你沒有說 一個我就傳給 Seth 我們GOOSE的第一任鼓手 請他給我一些意見 然後他說 不如你就 我就幫你弄啦 過兩三天 他就傳了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一個 鼓的一個track 然後就叫 我們家姐夫Jeff 攀爬之後 他就來我家 背著他的bass guitar 就幫我錄了 很簡單 但是也有很多味道的一個 bass的這個track 所以你就是利用團員就對了 對對對 所以其實不是我自己一個人工勞 你知道嗎 整村人物死無鳥的打工勞 非常感謝 然後之後我就慢慢的把吉他 Synthesizer 慢慢這樣加上去 那你為什麼會想到要運用原版的那個木吉他的那個track 因為風含得太漂亮了 不用了就很浪費 很浪費是不是 要用兩次 在這首歌曲中 你其實也有就是 歌唱的部分 你就有加入一些自己的vocal layer 為什麼你會想要做這種事情呢 是不是想要參與 要有點參與感 有點參與感 風風風風 因為我通常 製作一首歌的時候 我會在歌唱慢慢聽 聽好幾遍 那我一邊聽就一邊唱一邊唱這樣子 就說 這邊應該可以加一個harmonie 這邊可以加一個layer這樣子 所以我就問你 你要不要找人家來 加這些vocal layers 然後你說 很貴耶 要請這個 然後你就說 叫這個人他會不會啃 然後你就說 你做啦 你免費幫我做啦 就順便嘛 你在家裡 其實在製作這首歌的時候 你有send一個email 有一個很正式的email 對 我非常正式的邀請 邀請他來編這首歌的曲 然後那個費用是 zero 那你覺得這首歌的編曲 和你們goose 一貫的風格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還是有什麼異樣的地方 異樣的地方就很吵 很多吉他 很吵死 因為goose 我們都是用吉他嘛 大多數都是用吉他 所以這首歌也是一樣的 很多電子吉他 很多鼓 很多bass 不一樣的地方 我看唱的地方就比較濃厚 我們goose的歌都是 三層是樂器 欸 三層是唱 三層是唱 七層是樂器 對 所以就不一樣的地方就在裡面 不過他們的 instrumental riff會比較 會比較 strong 希望會把這首歌也弄成 這樣子 instrumental的地方 會比較豐富一點點 非常謝謝goose今天來參與這個vlog 大家應該更了解你的音樂了 要不要跟大家說一下你接下來有什麼計畫呢 在11月尾希望發作一首吉的單曲 明年2022年 希望能趕得上 發一張 Full Album Woo 希望能趕得上 Full Album 很期待 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他們的臉書和IG 關注接下來的發行 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